他說我是一個建築工程的承包商 所有的工人都是找不同的技術工人一起來做的 他想說這種情況他一定要幫這些不同地方找出來 都不同工人買勞工保險嗎 而且這些工人都還有自己的公司 也不算他的員工只是臨時湊起來一個建築團隊 他說我都是按照每天工作的天數結帳給他們 如果他們不小心受傷的話 他會承擔這個法律責任嗎 有小姐麻煩幫忙解答一下 像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其實在全美國每一個州各有不同的一個法律 很多州是說沒有關係的 像這個有些州像Georgia好了 它是要三個員工以上你才需要勞工保險 像是BC法尼亞州你必須說只要是一個part time你就要買 我們加州是就算它是一個你付cash 只來工作半個小時的這個員工他有沒有身份你都不曉得 是不是昨天才從這個別的國家走路過來的 剛剛好他在home depot前面在等工的時候就被你抓到了 說來幫他種個樹啊來擦個這個油漆啊 像這樣子在加州呢只要你是general contractor 一般的這個承包商你其實都應該要買好一個保護你自己的這個勞工保險 因為你偶爾真的會用到這種臨時工那如果怎麼樣保護自己可以讓你的勞工保險很低 而且這個傷害獎勞最少呢 你在請員工的時候呢要確保比如說你是付給公司好了 因為你只是承包商啊水工電工冷氣工來減數的 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話你要確保他自己有自己的勞工保險 如果他沒有勞工保險的話呢你要他自己是一家公司要自己寫好waiver 那寫好以後呢不管你怎麼保護你自己啦 只要他一受傷其實呢只要是有這種醫藥費的產生啊 或後續的這個工資的這個損失期他們都會回來告這個當初承包的人喔 又或者是你自己是雇主你已經把你你要蓋房子嗎 那你要蓋房子的時候你就找一個這個包工來做 你以為包工都會handle好其實他有可能沒做好 有可能雇主你也要負責喔 所以買一個這個勞工保險在加州是一定要的 不管你是平的是正職的然後或者是人家是一個公司的 或者是只是零時幾個小時的喔 那像這種勞工保險呢 醫療費用啊或者是這個員工受傷的時候 工資要賠償給他之外呢 很大一部分其實又是官司了 因為你知道加州律師好多好多 那一點點小事情大家都很喜歡混上告來告去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我認倒沒啦 我乾脆就settle掉了五千一萬的 不知道他真的受傷還是昨天要踢足球跌倒的 我就趕快把他這個付個小錢把他settle掉了 因為律師費有可能比這個賠償的費用還要昂貴 所以就會變成你找這種陌生的工人來幫你整修 幫你檢討的時候他很容易說他在你那裡受傷 那這個時候保護你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是承包商親務必手上沒有任何一個工人 但你有可能會叫外面的包工來幫你做 小包來幫你做 那你都買一個勞工保險 那就算手下沒有任何工人 你付的是一年的一種最低最低的保險費 一天兩塊錢三塊錢的 那如果有遇到任何的意外 對方就算當初有提供給你 他有自己的勞工保險 偏偏出事情的那一天他勞工保險 忘了繳錢他沒有了 他來找你 那你都可以保護你自己 兩三塊可以解決的事情 請所有的這個包工你一定要趕快找一個 有經驗的商業保險經紀人幫你看清楚 好的好的 謝謝副達商業保險 我們的保險規劃是由惠寧小姐的這個完成的解答 謝謝你